在海巡人員陪同下走下船交給警方 他就是涉及內湖槍擊案的 重要主謀之一 誠信嫌犯 這日本人沒錯 我們這屬於地獎的股票 這樣請你跟我們來 嚇壞 誠信嫌犯遭到檢防生涯 對於案情卻交代不清楚 甚至變稱忘記了 警方追查發現背後共有11名共犯 而且分工相當細膩 上個月10號 槍手在製作人家連紅十五槍後 先是沿著河濱逃往三重 接著又搭客運南下 再搭船前往澎湖 不僅速度變裝 就連旁邊都會跟著一人帶路 一路從三重到高雄 再前往澎湖 最後又搭船到海中央 改搭其他船前往東南亞 每個斷點都有不同人接應 目前初步清查 共有11名共犯 不只逃亡路線接應計畫 短密 警方在新北這間機車行 也逮捕兩名共犯 在犯案前負責提供餐點和交通工具 就連槍手的住宿也都另有人安排 目前槍手疑似潛逃出境 前往哪一個國家 共犯兼功稱不知情 從犯案到逃亡 每一步都事前規劃好 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還得等警方持續抽絲撥剪 三選正常出眾於台北藏貿道